在重庆动物园熊猫馆,有一个工作了26年的熊猫奶爸,也被同事们戏称为资深蚕食官,同时也是全球最老圈养大熊猫新兴的专职饲养员,他叫张乃成。 12月15号,记者来到熊猫馆,大熊猫鱼宝鱼备和梁月正在追逐打闹,爬树荡秋千吸引了游客们的围观驻足,不过他们一看到张乃成的身影,就迅速的一路小跑奔过去,要么抱大腿碰瓷,要么一屁股坐到脚上求抱抱,要么一步一驱的当跟班。 13.熟练的闪避开熊猫们,张乃成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扫龙舍,他仔细地收拾熊猫们的粪便,并装箱放上电子秤,记下数据。 张乃成介绍,熊猫的排泄物叫做青团,里面基本是来不及消化的竹子渣,呈墨绿色,并不臭。 饲养员要根据每天的青团重量、大小和比例,来判断每只大熊猫的胃口和身体状况。 软萌的同怀送抱,张乃成太熟悉了,如何让他们开心健康是他的责任。 张乃成的手、脚、身上都有很多新旧的伤痕。 他表示,大熊猫的爪子、牙齿都很锋利,饲养它们时被弄伤是常有的事,但从来不会怪它们,而是反省自己工作哪里做得不够细致。 如今,重庆动物园15只熊猫的成长张乃成都有参与。 他熟知每个熊猫的个性、喜好,操心它们每天的饮食、玩乐、生病、发情配种、生产育儿,它都从未缺席。 离开幼猫区,张乃成赶着去熊猫馆的偏僻一语,正赶上熊猫欣猩吃完了早饭,他迅速递过去了一个苹果,欣猩接过大口吃了起来。 欣猩今年36岁,张乃成与欣猩的第一次见面是在26年前,张乃成18岁,欣猩10岁。 18岁的张乃成来到重庆打工,先是在动物园打杂,给熊猫馆运送冰块,正赶上大熊猫生产的季节,动物园人手不足。 10岁的新兴第一次生产,为了24小时不间断的看护,踏实干事的张乃成成为了新兴的临时保姆。 张乃成非常重视这次机会,他不仅做好护理工作,还从此吃住在大熊猫馆旁,一边做杂物,一边学习大熊猫管理知识,这一住就是26年。 张乃成从青年到中年,成了熊猫养育的专家,新兴成了国宝中的老兽型。新兴的孩子、孙子都有他接生,并一路见证这些肉滚滚的小家伙们成长。 07年,他当时也就是成年猫,接受了有20年,从他成年的话,养到老,到老。 所以说当时的心情的脾气比较什么的,爆炒,狗的感觉比较什么的,当中,几个毛的当中的话比较很凶的一个。 所以说,现在老了以后,变得比较温顺了,脾气没得能挤头了。 作为互相成就的老朋友,张乃成对新兴格外照顾,新兴也非常依赖于他。 张乃成介绍,熊猫的36岁相当于人类的100多岁,目前照顾高龄熊猫没有继承经验,张乃成和其他饲养员只能自己摸索。 比如说,他们发现新兴年纪越大就越离不开人,找不到人,新兴就会低落并且影响食欲。 所以每天自己有近7个小时要陪在新兴附近,吃住场也动态调节,因为新兴牙齿脱落得很厉害。 他吃的每根猪笋,张乃成都会剥去外壳,掐头去尾,只留最鲜嫩的部分。 新兴还享受每周洗澡,龙舍消毒,每两个月体检待遇。 新兴比较水素大了,它也离不开人了,所以说天天陪陪陪它到老,希望新兴能活到湿热水,能活更旧,让它的晚年不受到什么痛苦,快快落落的。 张乃成觉得自己和新兴都是大熊猫种群腹状的见证者。 大熊猫从宾威到义威,数量不断增多,里面有许多人的努力,它就是其中的一员。 它还时常与新兴交心,不仅当兽星,还要当高高兴兴,健健康康的兽星。 大家一起慢慢变老。